今天问问首领可不可以只带一个石头人去打部落战 哎 首领竟然直接同意了 这么好说话的吗 正好好几天都没踢我了 首领这是不相信我的基础啊 我真的可以只用一个石头人推评十字文 吧 首领说不可能 你要是能做到我把首领给你 哎 那我可就要去打首领的脸了 咱们直接一个石头人来打部落战 先下个石头人 哎对啊 加上这个八十级的石头人 一共是两个石头人了 就算真的打了三星 首领不会不承认吧 这个八十级的石头人既然没有跑偏 哎 你往右走干什么 哎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 你往右看什么 哎 这个八十岁的石头人的智商 我真是服了呀 然后这边来一个骷髅法术吸引一些伤害 别看是八十级的石头人啊 但是他这个比十一级的还要脆 你看他都要挂了 这版呢 咱们只用一个啊 不对 只用一个半石头人来打这个十四本 着实是有点难度啊 兄弟们可以先点个赞 一起助我拿下首领之位 狂暴隐身 让飞艇里的超法把大本爆掉 好 大本爆了 然后八十级的石头人也爆了 然后十一级的石头人还有半血 哎 兄弟们知道这回该生谁了吧 哎 这个超法竟然没被大本炸死 还在输出 怎么说 难道还能再打掉两个插弩吗 哎 漂亮 但是没隐身了 应该也打不掉这个投尸炮了 现在呢 还有将近一半的东西没打 难道一个石头人真的推不平十四本吗 除非我还有一个润土没下 一个润土打一半啊 很合理吧 哎 轻轻松松啊 然后咱们再用几个孤独扒树收一下呗 一会看看首领被打脸以后怎么说 好 漂亮 兵分两落 三星拿下 兄弟们 我是台雷 如果你喜欢看部落整合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 下期继续整合 鸡皮疙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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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皮疙瘩